新社后桥施工是将近两年问题真的不断 在弓箭路接大同路的这一段 也因为排水箱还没有做 再加上最近施作又阻断排水 现在只要下大雨 就又造成一旁民宅后方积水的情形 所以对于市政府盖新桥 当初说好的排水箱还没有做 只打算要做小水沟 居民是相当的不满 而在上个月强烈的要求之后 现在水利局是同意要出钱 由新工出来施作打排水沟 在1号下午 他们就在张树里活动中心召开说明会 这是上个月现场会刊的情形 对于本来就应该做的排水设施 现在却因为谁该出这笔钱瞧不定 居民们真的很气愤 再加上施工又阻断了排水 造成积淹水就更加的不满 主要是因为新社后桥施工 只是在弓箭路接大同路一旁的这条新路 当初地方反应就是要做1米5的大香寒 采购排水使用 但是现在却只要做40公分的小排水沟 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因为现在只要下雨就会积淹水 这电视币是一百公分的下跌了 现在如果下雨就会怎么办 我们就是阴影的 我们后面最怕 我们后面这座337项就是 后面就摆水的最麦的地方 以前设计就是 它那个管子太小了 还是我们建议就是 叫它加大一点 不然的话以后的话 你那个塞住的话又无法去清 我们要做一个大香寒的排水 那现在口径800是在淤泥的时候 人必须要进去清除的时候 我认为是800的口径才是适合的 现在终于瞧好了大约1000万的经费 水利局出钱由新公处施作 一号下午市府也到地方 张树里活动中心 召开了一场说明会 对排水走向及大排管境 民众认为只做600根本不够 你说过多少嘛 对 这要变600 对 对 进检一开始 你看 十八 对 十八 我都要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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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算600 那里我还可以接受 那你今天要注意办法 那你那条高通摆住 现在落大火会怎么办 对 所以基本上可以把摆水改善 对对 摆水改善 你今天说的方式你觉得不好 不是啦 我本来说要在那里落才对 我一家做菜都知道 水一做都知道 走走走走都知道 现在台湾的老李宗 说的是我们这个南平 还有摆水的问题 我请水卿和公司 在最低的时间 查清楚 那如果要算下去 没问题就是要算下去 那如果说 实际没有包包这两条 那我们就照原来的设计去做 那平常说600 那排水是没问题 排水是没问题 但是在淤泥的时候 联工要进去排的话 那就必须要在口徑800的时候 比较适合 经费是有 但是我们设计可以马上修改 当初讲的话 就是必须说明会完了以后 才能设定到这个排水口的口径 那个时候才能定案 议员周二林服务处主任林三级 也坚持管境至少要有800采购 除了排水更畅通 至少后续清淤也没有问题 而市府也将尊重地方意见 只要定案 马上就能够动工 决城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 就算了 了解